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蛋讲故事 我是陈乐怡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有趣的睡衣晚会 福乐阁小鸭和野兔在小猪家过夜 他们在开睡衣晚会 现在他们在玩游戏 大家都面对面的站着 把胳膊交叉 拉住旁边的小伙伴的手 小猪说 现在我们要想办法 从自己胳膊底下钻过去 直到我们全都背对背为止 福乐阁觉得这很难 我的胳膊都扭一块了 他喊道 可是你不能松手啊 我们还没有全都撞过来呢 小鸭叫道 坚持了一会儿 大家的手一下子松开了 他们全都坐在地上 大笑起来 我们成功了 野兔说 现在我们都背对背 小鸭打了个哈欠 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啊 他问 我们还有过好久好久才睡觉呢 福乐阁神气地说 那我肯定比你睡得要晚 小鸭说 他可不想要这样就认输 野兔拿来一本书 我打算整晚都看书 看书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想睡觉 肯定是我赢 他胸有成竹地说 好吧好吧 我们来比一比 谁最晚睡着 谁就赢了 福乐阁神气地说 小猪一边拿着枕头 一边唱 我要整晚跳舞 我要整晚跳舞 野兔从旁边 拿几个枕头 向小鸭扔过去 小鸭正准备 拿一个枕头扔野兔的时候 小猪一惊 把一个枕头正确 准确地丢到了野兔的身上 好啊 小鸭欣赏地教导 我们来打枕头帐 打 看谁更厉害 枕头帐 突然 福乐阁有了一个好主意 他掀起毯子 把大家的头都盖住 这是帐篷 福乐阁教导 大家都上到帐篷底下 在帐篷底下打枕头帐 更好玩 是谁把灯关上了呢 小猪迷迷糊糊地问 一个小声音从帐篷外传了出来 那是什么声音 是谁在打哈欠 福乐阁把头从帐篷里伸了出来问 不是我 野兔赶紧说 也不是我 小鸭扬扬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小猪 小猪正大张着嘴 哈 小猪 你是个大睡虫 说个说 小猪赶紧把嘴闭上 拿来饼干 好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有人要吃饼干吗 是我自己烤的 大家都过来拿饼干吃 野兔把书打开 我打算整晚都不睡觉 他的语气很坚定 我一定会赢 野兔 你能念书给我们听吗 小鸭问 好啊 野兔说 这本书是讲八草树木的 可有意思了 于是他开始念书 小猪坐在地板上 把毛毯拉到下巴底下 小鸭靠在小猪身上 真舒服 他努力睁了睁眼 一点用也没有 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小鸭被淘汰出职了 野兔宣布 接着小猪也睡着了 小猪也被淘汰了 福乐阁说 福乐阁知识听野兔念书 他觉得这本书真的挺有趣 福乐阁 野兔问他 你还不累吗 一点也不 福乐阁回答 野兔看了看福乐阁 福乐阁的眼睛真的大大的 看起来精神极了 请你们把灯关上好吗 小猪突然醒来 督认着 看着灯 我没法睡觉 可是关了灯 我就没法念书了 野兔说 其实他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福乐阁小猪和小鸭 给小鸭盖好被子 睡个香甜的好觉吧 福乐阁对他俩说 然后他把灯关上了 屋子里顺时静悄悄的 月光从窗户里游了进来 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 福乐阁轻轻地对野兔说 可野兔已经靠着椅子睡着了 还发出温柔的呼噜声 喂野兔 福乐阁压低声音问道 你睡着了 野兔没有回到他 我赢了 福乐阁心想 可是现在我该认识什么呢 次来只剩下我和我的影子 还醒着 福乐阁和自己的手的影子 玩了起来 小鸭的影子 你好 野兔的影子 你好 你们都还不惯吗 我也一点都不惯 谢谢你们陪着我 福乐阁说 外面呢 大家都睡着了 大树睡着了 田也睡着了 月亮和星星也睡着了 终于 福乐阁也睡着了 早前一早 小猪盐烙饼给大家吃 小鸭把烙饼放到桌子上 我肚子饿了 野兔大声叫了 嘘 小声点 福乐阁还在睡觉呢 小猪说 馅饼烙饼的味道 终于把福乐阁弄醒了 福乐阁打了个很大很大的哈欠 我们正准备 不等你就开始吃了呢 小鸭开玩笑的说 你真是个大睡虫 今天早上 我也许是个大睡虫 可昨晚的大睡虫 可不是我哟 这倒是真的 小猪说 你赢了福乐阁 谢谢大家 小科普 大世界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丁思寅 欢迎收听 每次学点小知识 今天的主题是 蟑螂竟然能产奶 问你个问题 哪些动物小时候要喝奶呢 咱们一块数数 猫 狗 牛 羊 猪 连咱们人类小时候都得喝母乳 你发现了没有 这些动物都是哺乳动物 所以有人会觉得 只有哺乳动物才能产奶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蟑螂也会产奶 只不过是一个打了引号的奶 这种会产奶的蟑螂 不是厨房里乱爬的那种啊 蟑螂有好几千种 其中一种叫太平洋 蛇翅莲 生活在比较热的地方 比如斯里兰卡 澳洲 夏威夷 云南 广西 和海南都有 太平洋 蛇翅莲 属于是非常特殊的蟑螂了 因为别的蟑螂都是卵生 妈妈把卵产下以后 跟它们就没关系了 卵孵化成小蟑螂 自己找东西吃 自己活 妈妈才不管 但是太平洋 蛇翅莲 是卵胎神 妈妈肚子里有个育儿袋 卵就放在里面 等长成小蟑螂以后 才会生存 而且 卵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还有奶喝 不过这个奶 跟咱们喝的奶不太一样 咱们喝的奶 是妈妈乳房秘密的 太平洋 蛇翅莲的奶 是妈妈育儿代理的一种蛋白质乳液 胚胎会把乳液吸收到身体里 变成结晶固体 长成身体的时候就有营养了 说到营养 这种蟑螂奶 甚至比牛奶营养还多 里面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三倍 既然蟑螂奶这么好 多弄点 咱们喝喝行不行啊 目前还不现实 一只蟑螂才多大点啊 够蟑螂胚太幼就不错了 咱们喝 还够塞牙缝呢 再一个 取蟑螂奶 挺麻烦的 你把绿纸放进蟑螂妈妈的育儿袋里 它能粘出来一丁点 要不然 就只能把黑胎切开 从里面取出来 科学家算过 要想喝两大口牛奶 要想喝两大口蟑螂奶 得解剖一千个蟑螂妈妈 这有点太太残忍了吧 算了 蟑螂奶 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吧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项面能给人看病的事情呢 这种做法被称为像医术 在我国古代经常被使用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荒诞医学史 中国篇 李对他的介绍吧 张仲锦之亏 王灿 三国时期有名的记忆达人 二十多岁时在荆州襄阳做官 据说当时他因为不会上层重用 内心一直郁郁不平 一点沮丧 张仲锦一见到他就看出不妙 对他说 你身体已经有病了 等你四十岁的时候 眉毛会脱落 再过半年就会死 但服用五十汤就可以避免 王灿对张仲锦的良言完全没当回事 也没有喝五十汤 三天后张仲锦又见到他 问他喝药了没 王灿撒谎 说自己喝了 但是他变不了张仲锦 张仲锦一眼就看出来他没喝 继续劝解道 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身体呢 王灿无言以对 但之后也没听张仲锦的 据记载 二十年后 王灿果然眉毛开始脱落 一百八十七天后果然死亡 真应了张仲锦当年所说的话 这件事后来还被记录在 针灸甲乙精的誓言中 当然 这个故事有很浓重的玄学神秘色彩 我们不能过于相信 即便是再优秀的医生 也不可能一眼就判断出 一个人二十年后的健康状况 甚至生死 或许 记录这件事的人是听了别人的转述 而最后的预言又准确 就记录了下来 但难免有夸张不实的成分 像衣术 像术的分支 像术 也称像人术 是我国古代术术的一种 最常听到的是面相和首相 如我们常听人说 像牛先生 某人面相好或不好 都能显示出这个人的品性 当然 还有通过看身上的痣 来预测健康的 像术最早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而树术除了像术 还有风水 奇门顺甲 紫威斗术等 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 而像衣术可以简单理解为 建立在面相层基础上的医术 看脸食病 神秘的气 像衣术的奥秘在哪呢 奥秘集在一个人的气 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气 来判断其健康与否 拿病在肝来说 在懂像衣术的人看来 肝有病的人 通常两眼发红 脖子上的金金很明显 脸上气色很差 而且这种人容易发怒 这种理论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即使没上过医学专业课 也应该知道 一个人的身体内部发生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会通过身体外表表现出来 还会出现心理变化和精神波动 比如 一个人的血液中如果缺乏体人素 那这个人就会出现缺体的症状 心理伤也一样 一个人如果压力过大 时间一长 就会进一步影响身体状态 而像衣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在历史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它其实是像术和衣术 互相促进和影响的结果 而中医四诊中的望诊 既有像术的基础 也有巫术的色彩和意味 古代很多医生通过望诊 来初步判断病人的健康状况 阴阳人和五行人理论 《黄帝内经》中有个很有趣的理论 五色五脏理论 具体来说就是 青色对应着人体的肝 红色对应着心 白色对应着肺 黄色对应着脾 黑色对应着肾 这个理论到现在还在沿用 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 只不过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 这样的观念融合了巫术和同类相反 外加衬委学的理论 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但整个理论还是显得很随意 我国很多传统文化都离不开阴阳五行 像衣术也一样 它以人的肤色为主 再结合人的体型体态 秉性气质 将人分成不同的类型 最常见的就是阴阳体系和五行体系的 阴阳体系将人分成太阴行人 少阴行人 阴阳和平行人 太阳行人 和少阳行人 五类 至于靠谱不靠谱 还得到实践中去观察 当然 每个人不可能只有一面 大多数人都是混合型 如何快速分辨这几种人呢 太阴行人 用一句话形容 就是老狐狸 据说这类人阴血重拙 阴阳不合 内心成敷很深 喜怒不形于色 少阴行人 简单来说 就是小心眼 爱玩阴的 这种人 胃小长大 体内内脏器官的功能不协调 阴阳和平行人 是最为理想的一位人 这种人心静安宁 无所畏惧 不贪不争 能以得福人 这简直是完美男人或完美女人的标杆 太阳行人 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直男般的自傲 他们通常过于自信 好义气用事 爱说空话大话 好高远 最后一种少阳行人 可以理解为冷血动物 他们站立时爱养着头 走路时容易摇晃 两条胳膊 常常倒背在背后 喜欢与外人交往 五行体系的人相对而言就更容易理解了 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 五行人分别就是木行人 火行人 土行人 金行人 和水行人 而五行与五色相对应 对应法则是 木对应青色 火对应红色 土对应黄色 金对应白色 水对应黑色 所以五行人的肤色 也与五色相对 当然 像医术的神奇之处 也不止于此 还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很奇妙的理论 小朋友们 这样看来 相由心生的说法 一点也没错 不过 造成我们面向的一很大原因 与我们的生活作息有关 如果我们想成为那种完美的阴阳和平行人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身体呀 报效历史 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 我是贺子涵 欢迎收听这次的报效历史 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清朝的历史 1722年康熙帝去世 雍正帝登基 康熙晚年 励志松弛 贪污腐败 已然成风 为此雍正帝 训誉各级文武官员 如因训不改 必定重罪严惩 雍正朝进行一系列政策 继续强化专制主义君主权力 完善秘哲制度 皇帝特许的官员 才有资格上秘哲 1729年 因用兵西北 雍正帝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 选内阁中紧秘者入职善行 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 独左皇帝处理政务 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 贵奏鼓务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书机构的巨大变革 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 戈尔丹之职策望阿拉布袋 于1723年支持青海 和朔特部首领 罗布藏 丹金 纠集 二十万人进攻 西宁 反清 雍正帝命 年更遥 月中旗 率兵讨伐 取得大胜 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为此清朝领部分西康地区 又在西宁与拉萨分治办事大臣 与驻荡大臣 以管理清荡地区 将卡尔卡 卡尔卡 卡尔卡蒙古并入清朝 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 恰克图条约 确立中俄中断边界 1729年 雍正帝 以富尔丹 与月中旗 兵分两路 与科普多对抗 准格尔汗 尔汗 格尔丹策林 最后 于和通博之战 战败 1732年 格尔丹策林 东征卡尔卡蒙古 兵至杭爱山 被卡尔卡亲王 策棱击败 1734年 清准和谈 以阿尔泰山为界 西北大致和平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促进农业生产 1723年 雍正帝 从直立巡俘 李维军之请 实行丁银贪物 填赋 一并征收的原则 改变过去按人丁 地母双重 征收标准 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 农民负担 到乾隆时期 这一政策 推广到了全国 之后 人口急剧增长 雍正帝 废除了建籍 于1723年 4月发出第一道 开货为良的余子 雍正帝 在下令开货岳户 建籍的同时 又令各省检查 不发现本地 也存在类似岳户的建民 也准许他们出建为良 在云 贵 岳 贵 川 湘 鄂 等省少数民族地区 雍正帝全面实行 改土归流制度 格除土司制度 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 以府 厅 州 县 委 派 委 州 县 委派 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关 进行管理 这种管理体制 同内地大体一样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 打击了土司的世袭 特权和权力 利益减轻了 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 促进了这一地区 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雍正帝在为13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 在康庸前三代 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一期的报酬历史都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